Hello 现在看起来我整个人很曝光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任务今天要做的就是我要去趟USPS 我要去把这些人中奖的礼物寄给我的subscriber 然后我就要在邮局问一问 就他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银行卡 我12月31号的那一天寄快递 然后我就 那段时间就突然银行卡不见了 我就不知道是我在邮局寄快递的时候不见的 还是我放了哪个包衣 这是我真的是从来没有丢过银行卡 就是美国这个银行卡我从来都没有丢过 我最多就是辣到餐厅 但是我知道是在餐厅 可是这一次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丢的 这次比较紧急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去LA了 然后我去LA玩 可是我租车还有机票我都是绑着我的卡 我想说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就很麻烦 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卡可以让我用 整个人就是崩溃 然后如果那边不行的话我就去BOA 我就去BOA重新办一张我的卡好了 真的是很不幸运 又不是我的本命年 为什么我会丢银行卡 我从来没有丢过银行卡 好了我要专心开车了一会见 这个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先去USPS 是 是 是 因为我们已经在了 所以全部都在内 谢谢 我正在想 我心里惊开 我猜你也想出来了 否则我还要把你送到你的家 谢谢你 但是你需要拿到你的家 谢谢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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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正好哥哥说要去一个眼镜店里看眼镜 我就跑这附近的Everland 因为我爱上Everland一条裤子超好穿 所以我要再买第二条马上就回国啦 一会儿给大家看那个裤子长什么样子 这个蛮好看 低头一点点 好像Harry Potter 这个会正常一点 那个黑的就 这不是往上次试的是这个 是吗 那我买了 我觉得黑的比较沉迷 对 我也觉得 然后就是我之前试的 那这个的话比较Everyday basis 就你很适合戴眼镜 她说YouTube 真的吗 我觉得我不需要说太多Everyday basis 因为那个也可以当basis 那你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 那你就搞这个咯 刚Everland人太多了 我不好意思拍 所以就没有在里面拍我的裤子 是这个 The Straight Lead Crop 这个特别好看 我之后回到家试到身上给大家看 我是 我自己是有一条白色的 我想再买一条白色 因为那个白真的是我非常喜欢那种米白色 但是没有Double Zero了 只有黑色这一条是有双0号 所以我就拿黑色这一条 等会回去给大家看一看 她已经想这个眼镜想了好久了 今天终于可以把它买回家 长了一个超大的豆豆 你看这里 最近一直在长一些那种熬夜豆还有焦躁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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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儿子 好 稍后 搁那 自己和的颜色 稍后 鍊子 来 我们住的是在Berberley Hill的半岛酒店吧 我不知道 是哥哥定的 然后因为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所以我就是听他的话 然后我今天到周知的 我的这个素颜不太配这个酒店 给大家看看 入口一进来 这里是个closet 我把箱子放在里面 然后这边有个超大的镜子 然后这里有一个dresser 是我很喜欢 我可以早上坐在这里化妆 然后这个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厕所 嗨 好漂亮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粉色的大理石 我觉得好好看哦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厕所的马桶 然后这边就是浴缸 浴缸这边就是 这个叫什么淋浴间 然后两个水泡 就厕所巨大 然后厕所出来这边就是一个小厅沙发 然后他还给了水果 这里就是一个办公区 我可以坐在这里准备我之后要面试的东西 然后过来就是一张超大的床 然后这里有个电视 对 这个就是这样子 这里有没有个bacconia 今天晚上要去吃烧烤 所以我就加了个外套而已 没有换衣服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穿好难看 很抱歉 但是我真的不想说去吃烧烤 换一个新的衣服这样子的话就搞得很臭 呀这是我新买的个外套 我很喜欢是 book and font的 对我当时买的时候打折 买的所以就很便宜 买的是size large就正好 oversize 我就没换裤子 其实这个应该换一个黑裤子或者是白裤子 但是这裤子本来就已经脏了 我就想说干脆吃烧烤 把它给吃掉好了 那这个衣服还有两个 就是那种油脂把它织住 这样就看不见 耶我们两个终于settle down了 然后要去吃烧烤 我还是不化妆 我长了一颗超大的痘 看到了吗 2019年的第一颗痘 就是在我出来玩的时候长的 good 好那我们就现在出发去吃饭 我喜欢他穿 hello我现在看起来很吓人 对我怎么每天开场 不然都是hello我看起来很吓人 我刚刚擦了面膜 是那个Origin的菌菇面膜 对就是那个菌菇水的那个菌菇面膜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最近长了超多痘痘 都不是那种闭口 就是那种种很痛的痘痘 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这里变成了双眼皮 就是这个 这个 左眼 然后这个怎么还没有变呢 这两天不是休息不好吗 所以就眼睛很干容易揉眼睛 揉着揉着揉着 我的三眼皮就变成这个双眼皮 但相信我过几天它又会变回 不知道多少层眼皮 因为我的眼皮其实挺松的 松的时候就会变来变去 其实我想要做双眼皮 就是想说这样这两个 不要再变来变去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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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stay in one 哎 你现在大小眼更严重了 一三一说 这个早餐 是黄鸡丝炒面太咸 除了酱油我吃不到别的味道 然后那个粥 龙虾超级熟 就是就很难咬 然后那个scallop也是超级熟 就太熟了 所以就特别难咬 卤蛋只有白煮蛋的味道 没有酱油的味道 我觉得整个里面这个茶比较好喝 普洱茶 这个茶还是挺好喝的 好像就没了 哥哥终于醒了 我今天早上是不是看起来很grumpy 然后讲话也很grumpy 因为我本来早上想去 在Broad去拍照 但是哥哥没有起床 这个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裤子 它就是一个这种比较硬挺的 萝卜裤 算是萝卜裤吗 就直筒的裤子 然后它的长度正好在我的脚怀 这裤子超好看 我超喜欢 因为我的腿不是直的 所以我比较适合穿比较宽一点的裤子 直的裤子就会显得我整个就是大腿外翻 所以就是这种会让我的腿看起来很直 对 然后我这个毛衣也是Everland 这一套都是Everland 这个毛衣是S毛 我有件黑色 然后我很喜欢那件黑色 所以我又买了一件这个卡奇色的 然后裤子是黑色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outfit 头发又开始往外翘了 难受 对这样子 我还有一条这个裤子是这个颜色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不是纯白色 它是有一点点密色的 所以就是不会看起来太显眼 那裤子的名字就叫做The Straight Leg Crop 然后靠的是Black 然后Size是Double Zero 毛衣的话就是这个 我也不太会说 我穿的是S嘛 我们刚刚跟初中同学吃饭 所以我就没有录太多 因为我感觉有点尴尬吧 可能跟以前同学吃饭录像的话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去The Bra 想去拍拍照 然后晚上也在这附近吃饭 现在在堵车 其实很近的 但是就很堵很堵 所以就一直到不了 我现在到了The Bra 但是我打算走了 我真的不想拍这个队 大家看看这个后面有多少人 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 前面的队在这个后面 看到了吗 这么多人 我决定不去了 因为我没有买take it 我居然没有买take it 我觉得太可怕了 我以为 是上网reserve 他要上网reserve 要不然的话你就要过来 就是排队 然后我就没有排到 那没有排到就算了 我们去逛街吧 我就很想去The Bra 然后就没有去上了 算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吧 你看就走到这里来 这里还有好多人 哇全是人 全是人 算了算了 回家吧 我们两个打算去这附近的一家衣服店 去逛逛街吧 就这样 然后再去吃晚饭 就结束了今天这一天 他的头是在这里 哇不行太多人了 我受不了了 我要走了 嗯 哈哈哈哈 哈喽我们刚从Downtown 现在来的Ktown这一边 我们打算排个江湖东 现在才5点52分 然后排江湖东 只用20分钟 所以我们就早一点过来 嗯 我第一次过来吃的时候 我排了两个多小时 快三个小时 这一次好像只用排20分钟 所以我还蛮 就是还蛮惊喜的 对我现在坐在星巴克门口 因为哥哥去星巴克上厕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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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喽 我刚已经吃完早餐了 然后其实已经准备可以出门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outfit 我今天穿了一条裙子 这个裙子是Candru的 这个蝴蝶结我特别喜欢 然后手臂是有点蕾丝的 这里有珍珠 很漂亮的一条膝盖上的裙子 这个是我当时为了毕业典礼而买的一条裙子 因为毕业典礼不是有穿学士服吗 然后这个露在外面其实特别好看 有个蝴蝶结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买这个 然后我的鞋子是一个焦糖色的 小粗跟鞋是W concept的 我觉得超好看而且很舒服 很好走 这种焦糖的颜色就是在正式的时候也可以穿 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 很舒服这个鞋子 今天稍微有点正式 因为我们要出门办点事情 今天涂的口红是NARS的Gypsy 就像说比较正式的时候不要涂得太红 就是这种温柔一点的颜色比较好谈话 我的卷毛器来了 我要去卷一下我的西装 我刚刚已经办好事了 然后现在来到Earvine 哥们也在 我们在吃一碗粉 对我们在排队一碗粉 之前看Vicky的视频 看他经常吃 我就很想吃 前面还有几桌 两桌就到我们了 耶我换了一身衣服这样比较舒服 还是这个比较舒服 这个很舒服 耶 都在玩手机 OK啦 他也在玩手机 他在玩Gyugge 回国就没得喝可乐了 我可能过于优秀了 他怎么跟我说 Have a good evening 他可能觉得现在很晚 他可能已经工作了一个通宵 哈喽我现在又看起来很抱歉 我真的每天早上起来都很肿 今天是在LA的最后一天 昨天没有怎么录影 是因为昨天太忙了 昨天上午跟下午都有两个appointment 都在办事所以就比较忙 那今天其实就要回去了 回看这次的LA旅行 其实是还蛮轻松的 就吃饭 都没去哪里景点玩 我们今天想要早20分钟去机场 因为那天我开车去吃饭的路上 我看到我们酒店旁边有一个就是拍照地点 就是一个墙 但是我找不到 我在地图上面找不到那个地点叫什么 是什么 我只记得我去哪间餐厅的路上看到了 所以我打算重回旧地就是 让我订那个餐厅again 然后走那条路看看 到底是哪一张墙上面有漂亮的东西可以拍 它那个墙上面就写了一个 Hi 2019 我觉得很可爱 是粉红色的 我在LA一张照片都没有拍 我的one day one instagram 这个任务又没有完成 我们明天就回国了 啊 顺利明天就回国了 明天晚上的飞机 明天香菇就跟我们两个一起回深圳了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那这两天皮肤其实很干燥 然后这个灯的原因吧 怎么这个相机看起来我今天的皮肤这么糟糕 但是我在看镜子我觉得还好 这颗豆终于爆了 这颗也是 嗯 这个也是 好丑 最近一直都好丑 想给大家看看我的眼影 超喜欢这种有点黄黄狙狙 综综的眼影 嗯 下个再加上个如花 对这个眼影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说抽奖要给大家的 是这一个 就是这个Huda Beauty的小盘 这个 Tops Obsession 就是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眼影很好看 这个粉底液我很喜欢就是把我所有的瑕疵都遮得很好 其实在这个镜头里面看起来就好像坑坑洼洼 对吧 这个是我以前留下的痘印 就是我以前长很多痘痘的时候留下的一些印子 对 但其实在镜子里面看真的看就没有这么夸张 用的粉底液是这个 这个兰蔻的这个 Tinted Eye Door Ultra Wear 很遮瑕很好用 我每次皮肤不好的时候就用它 但是用它之前记得上厚一点点的那个妆前乳 会比较保湿一点 嗯 它这个Nutella的这个mousse超级好吃 就是不是那种超级甜超级厚的 就是一个淡淡的Nutella的味道 很棒 很棒 这位同学今天早起成功 鼻心 它没有饼片包 这个是我们昨天特地预备的 你都没吃是吧 嗯 我以为你会拿在车上吃 这个东西好是好吃 就是差一点 它没有点肉 它要是有个Millionth Bacon就好了 这样就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词来试一下点那么饿 可是昨天我们俩就饿了 哈喽我现在到机场了 但是没有办法飞 因为我这次很不幸的就是 人生第一次在美国遇到了延误 我们本来是我们本来是1点钟的飞机 然后1点钟延误到了3点 然后3点延误到了5点 大卫就不想让我走了 我的天哪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晚点 有可能是三番天气不好 或者是LA在举办什么事情吧 就是直接连着两次延误 那么戴耳机 我又不知道干嘛 等一下 我好累 我好想回家睡觉 这两天都没怎么睡觉 不过刚刚有点好的就是 我们要去机场的路上 接到短信说会延误两个钟 所以我们就掉头去Acne 然后Acne再打六折 超开心 然后就买了几件衣服 买了几件男装 就是因为它在打折嘛 所以很多码都没有 它只有那种很大的嘛 刚好我是那种oversize的人 所以我就是买了几件 oversize的衣服 那个折扣真的还蛮好的 我想说我都快走了 我一直想要买一条Acne的围巾 一直都没有买 所以我这一次就干脆说 走前给自己的礼物吧 就买了一个围巾 很开心 我可以回去给大家看看 我买了什么 我可以回去给大家看看 我买了什么 哭给啊 哭给 有没有想妈妈 有没有想我 啊 他干嘛跑啊 跑去的 来不来 姑姐 不理我 好吧 看看另外一个房间 哥哥又开始当人家的小叔子 这是我朋友的宝宝 是个girl 刚刚才出生的新生儿 超可爱 他皮肤像豆腐一样 耶 哥哥超喜欢小孩 一直在给他玩 你这样像弹吉他哥哥 你这个姿势 他很喜欢小孩子 然后是依依又很喜欢哥哥 他的小名叫依依 1234的依依 不可以挠挠你的脸 然后不挠脸 我们终于到家了 嗯 其实应该 啊 其实应该算是朋友家 对我们现在接住在朋友家 明天晚上就回国了 你每次看到小宝宝 觉得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 刚吃了我室友妈妈做的饭 超好吃 终于回到家了 今天三番下大暴雨 所以我觉得大 那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晚点 很累还要陪哥哥去剪头 他头太长了 你看他头发太长了 他要去剪头发 所以我决定 早点出门去买个义方 叫什么呀 你在叫什么呀 开心哦 很开心哦 哈喽 我起床了 现在没有戴眼镜 什么都看不见 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 这么多 这么久以来终于睡了个懒觉 我就觉得太幸福啊 然后等一会儿我们今天我们的安排 就是等一下 嗯 吃个周五饭 然后我们就回以前的家 把我一些东西留在那里 到时候叫我室友帮我快递 然后再把我室友的车加好油 然后再放回以前的家里面 因为这两天我们就是在借用以前 室友的车子出行嘛 然后弄完之后我们就回来收拾一下 晚上就可以走了 我们晚上11点半的飞机 我们打算8点钟出门 带着香菇跟我们一起 拿了筷子哈 你们赶紧吃了两碗 今天收到了Zoella送我的明信片 很开心 我也好想去游轮旅游 我会好好读的 朋友的婆婆太会做饭了 这个是什么 西洋式牛肉吗 对对对 三千 粉蒸丸子 每天都有汤可以喝 这是我刚收拾的 结果 出现一定还在那里 应该不要了 这个袋子是要淋上飞机的 然后这个小箱子 托运 这个大箱子 托运 然后这个是要打包留在美国的东西 这个电脑也是要留在美国 到时候回来直接就可以剪片子 然后这个大箱子 然后这个大箱子 就这个大箱子是托运 里面全部都是我的衣服 然后这个就是香菇的窝 我给它里面放了一个尿布 万一它要是尿了 就可以放一点味道吧 我真的太累了 我现在整个人看起来更抱歉 我要休息一下了 白天不知道是白天 黑夜不知道是黑夜的生活 我要坐下来好好读一下 把Zoella给我写什么 哇我的床也好乱呢 我都不想躺上来 好累 我真的是再也不想经历 任何关于搬家的活动 I'm done with this my god 哇我现在看起来是所有Vlog里面 最抱歉的一次 哥哥我在这个Vlog里面 我今天每次开头就是 我今天看起来很抱歉 我们现在去给这个车加一个油 然后再把我刚收拾的一些 留在美国东西 送回以前的家 我晚上就ready to go home了 我才给我室友洗的车 然后今天就下大雨 车都白洗了 好了这次的Vlog就到这里吧 我等会送猫猫上飞机之类的 就开到下一个Vlog里面 这次这个Vlog已经够长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一年咯 拜拜